今天是特地來看見郭哲明啊 你關心他嗎 警管穿得全身黑高挑身材 還是引人注意 名模前率君面對記者提問 一句話都沒有回應 頭低到不能再低 帽子還不小心掉到地上 一路上助理全程護警警 88會館案爆發之後 前率君就選擇省影 但這回他為了男友郭哲明 首次現身 到法庭旁聽請做筆記 還不時抬頭 眼神深情望著男友 郭哲明被羈押四個月 不但臉頰凹陷 還在法庭上透露自己有恐慌症 當庭吞下律師遞的藥 讓法官震怒呵斥兩人 並向律師說請自重 甚至重重摔了 手上眷陣 88會館負責人郭哲明 涉及地下會對洗錢案逃亡 海外九個月 最後還是在泰國落網 但他在庭訊中全盤否認犯行 這案子恐怕還沒這麼快落幕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